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曾志祥 今天时间是5月9号 今天这个时间点 那当然 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 其实在今天的大盘 我们昨天曾经谈到 今天有机会台股 随时会上万点 那果不其然 在预期之下 的确早上 他的确上了万点 但是呢 这个上了万点之后呢 只见到了两分钟 最高是一万零一点 这个上了万点 他只见到了两分钟 十点零一分 跟十点零三分 那其实在一天 今天一早 在往上攻的过程当中 阿翔老师就觉得 不是这么的对劲 这盘面状况 不是这么的 这个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今天一早指数往上开 往上开 一路往上攻 那当然这个是符合预期 符合我们昨天 在节目当中所说的 台股随时会上万点 但是问题是在于说 一开盘 我们就看到OTC 相对于OTC来说 就呈现是一个弱势 所以在这样子的盘面之下呢 那当然我们也推估出来 这是一个市场 国内资金的信心不足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先前一概 一直跟各位讲说 现阶段的盘 不是外资不让他上万点 而是内资一直在扯后腿 那果不其然今天的OTC 虽然说加权指数到后面 也被拖累下来 真正拖累的元凶 是来自于OTC 中小型个股 内资砍了一堆 那你盘后可以看到 自营商砍了将近30亿出来 那其中最主要的 除了自营商之外 还有一些国内的大户 看到指数上万点就直接往下 不计价的直接砍出来 所以这就充分显示出来说 目前整个内资的信心 对于盘盘面的信心程度 不是这么的充沛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去思考 这样子盘面信心不足的状况 会继续衍生下去吗 还是说就差不多到今天为止 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 仔细观察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主要来谈OTC OTC的部分 当然我们先前说过了 这个本来就是要给予尊重 因为这是一个景线 以及下降月线的压力 这本来就是要给予尊重 那我们现在更关切的 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当今天OTC指数 刷下来之后 很多中小型个股 刷下来之后 它是不是能够再回测到 4月17号的低点之后迅速的质问 我觉得这个是有机会的 为什么 因为你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先前在网上攻击的过程当中 它的成交量并不是像先前 放的这么的大 所以刷下来自然而然 套牢的卖压不会太重 而第二个部分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我们前几天跟各位说过了 先前的这个龙卷的空单 比较在这个时间的龙卷的空单 这个时间龙卷空单是增加到11万多张 这个时间大概只剩下7万多张 所以相对而言 它刷下来之后 那自然而然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事情 当然是第一个今天这样子刷下来 那自然而然融资的部分 有可能会做减少 融卷的部分 当然我认为今天搞不好 它会继续去做一个增加 那当然这就构成什么 因为融卷空单它会构成 未来的潜在买盘 除非它一直这个市一直加大 但是以目前的整个上市指数的状况来看 基本上这个要用力去空的 这样子的态度跟气氛 基本上我也不认为会发生 所以接下来回到先前 我们跟各位说过了 在OTC指数来说 它还是一样维持一个大区间震荡 当然接下来明天后天 它是一个关键时期 是否能够在回测前低 128.6 或者是半年线跟年线纠结的位置 测到低点之后收了下影线 这个是接下来我们要去观察的 重点 那如果说回测前低完成之后 那自然而然这个盘势 还是呈现一个反复打底的大区间震荡 以便去对称先前的头部 这个是目前的状况 那当然我们再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今天是5月9号了 5月15号之前要公布所有上市贵的公司的这个第一季的季报 那当然市场上最关心的一定是汇损问题 但是呢我们其实从一个角度来看 来看什么 在看这个角度之前 我刚刚忽然看到一件有趣的事情 香港 你看到这件事情你会不会心中 香港恒生指数都涨一趴 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会不会心中在骂 那台湾的那只一直在扯后腿 香港也过去了 好回过头来 回到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谈到的汇损问题 来你看到一个重点 我们先看日币 先看韩环 各位好朋友 所有好朋友你在市场上一定要有一个认知 汇损问题它的确是一个 它本来就是一个短期因素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第二季的新台币的走势状况 那关心第二季的新台币走势状况 我们当然韩环也要必须去关心 为什么 因为长期下来韩环跟新台币 它其实走势是同方向的 它的走势是同方向 只是韩环的波动幅度会比较大 了解意思吗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四月开始韩环其实没有在升值 好回过头来我们看台币 四月开始台币的确有稍微又有一些些升值 但是最近连五个交易日连五红 连五红的意思就是连五天回贬 好所以第二季这个汇损的问题 其实你就趋势上面来看 这个是一月份第一季的时候 好这个是第二季的时候 你就趋势的角度来看 其实它已经慢慢的开始 似乎有一些不再这样子强身的动作 好所以第二季的汇损问题 其实已经差不多可以占告一个段落 好所以我们回过头来配合这个意思 配合这个问题来看 随着季报即将最后全部都揭露 那自然而然再加上今天台股指数 上万点内支信心不足 直接疯狂砍出来之后 那接下来五月十五号之前 陆续所有各重要的公司 所有公司都公布季报 汇损的问题已经一目了然之后 那接下来当然有可能就是所谓的利空出尽 因为第二季我们当然也看到了 新台币寒还都没有再继续强身的 这样子的态势 所以这个大区间震荡是有机会形成 好那我们在这个前提之下呢 大区间震荡有机会形成 自然而然接下来就回到我们先前几天 一直跟各位强调的 你现阶段的选股 以产业成长性为一个最重要的选股重点 那当然筹码你也必须要考量进去 我们先来谈一档个股 这档股票3552的同志 昨天撒到跌停 我说这个跌停 它并不是所谓的再继续往下的趋势 这个跌停是有机会直问的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同志各位好朋友 3552的同志 你看今天的OTC跌了1.63个百分点 一大堆的中小型个股杀得很凶 甚至跌停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3552的同志 同样是上跪的股票 今天盘中受到影响 杀下来之后尾盘竟然能够逆势收红 各位好朋友 当然我说过了 同志我还没有动作 我也都还没有进场 但是我只是要表达给各位一件事情 一个概念 就是说 在同志的部分 他是车用领主舰的龙头 他如果能够直问 对于整体来说车用领主舰 他是接下来的一记强心针 因为车用领主舰 在第二季开始步入传统旺季 如果说您是看那个像什么 和泰车 预日车 第四季是他们的旺季 第三季面临鬼月 所以第四季本来就是车式的消费旺季 以及售后服务维修的旺季 但是在车用领主舰的这一块 第二季开始慢慢步入旺季 那当然我们要去思考 第一个 步入旺季的时候 通知龙头股如果能够迅速的止跌 回过头来 刚刚我们所说的 对于其他的车用股来说 对其他业绩好的车用股来说 他会是一记的强心针 我们现在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来给各位看 刚刚看到的最新四月的营收的数字 45551的自身客 四月营收年增8.71% 2233的羽龙 四月营收1.95亿 年增8.86% 这两档个股都是车用的股票 四月营收出来表现普遍还算可以 没有像同志呈现在继续衰退的 这样子的状况 那我当然我举这样子的例子 不是要告诉各位 你赶快去买这两档股票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我们从一个产业 平均来看他四月的营收 是不是都能够成长 目前来看都是呈现这样子的状况 再来我手中的一档股票 这是前几天我跟各位讲过 我们现买现赚的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是4528的江星断照 我们让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 你看一样是上贵的股票 OTC崩盘 可以说OTC今天跌得很凶 4528的江星断最后是上涨3.15个百分点 其中几个关键在于什么 我先前在进场的时候 我跟会员朋友讲说一个重点 这档股票它没有什么的所谓的 会损问题没有所谓的会损问题 是因为他先前他本来资产负债表 上面就有一个所谓的美元负债 那我们这样预估下来 果不其然你知道他今年第一季的 EPS是多少吗 他今年的第一季 他刚刚在早上的时候公布出来 是1.08 第一季很多的公司是因为会损 而整个这EPS是往下荡下来 但是4528的江星断 今年的第一季EPS是1.08 去年第四季1.03 去年第三季0.72 0.67 0.66 去年同期第一季只有0.66 但是今年第一季却来到了1.08 虽然4月份营收没有再像先前继续大幅度的要升 但是也至少维持差不多的持平水准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之后 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先前所说的 今年再怎么衰退的产业 总是在一年之中都会有至少一季的旺季 所以我先前几天开始请你去观察352的同志 是不是能够迅速的质问 那当他能够迅速的质问 并且在今天呈现逆势收红 那如果说假设他明天继续往上攻 那其他相关的车用的股票 自然而然对于这个产业来说 市场上就会回到比较正面的信心问题 因为现在整个车用零组件 在全市场来说根本没有人敢跟你谈 市场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但是人少的地方呢 好回过头来 那当然我们再看筹码问题的部分 4528的将心锻造呢 其中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 来 这个是投信 这个是外资 这是投信买超 这是外资买超 所以就像我们先前所说的 当然你说在这个位置就他的周线来说 他为什么跟在这个位置还迟迟不攻 的确有一个周线的压力存在 但是一个前提是在于什么 是在于说当然在短线上面来说 他一直能够稳住 再加上今年的EPS是呈现比去年0.66 今年是1.08的大幅度的耀转 他就构成相对于大盘强势的机会 那或许以他的整个多整个现行排列 或许就有机会再直接往向攻上去 那这个是将心断的部分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车用零组件的概念股 1592的英锐 这两个股阿翔老师还没有动作 不会因为他涨停我就拿出来跟你说 我有了没有这样子 没有买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592的英锐是北美的主攻北美的汽车水箱大厂 你看连两天这样子急杀下来之后 今天带量直接吞噬涨停 那当然其中一个关键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说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重点 你在昨天杀到那样子的位置 他去年的EPS有4.38 那今年当然第一季一定或多或少 有一个所谓的汇损问题 所以先前的股价在反映的就是所谓的汇损问题 但是随着刚刚我们看到新台币的状况 逐渐止稳之后 那接下来他又进入到他的传统旺季 或许今年他的EPS不会比去年来的好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像这样子状况的股票 你不需要去做一个所谓的过度的杀逼 那我们回过头来 借由英锐的角度 当然他也是车用零组件的概念 但是我们借由这个角度也让各位再去思考 你现阶段像今天整个盘面 那只乱砍股票的情况之下 他事实上是不管好的坏的都随便乱砍 但是我们这边就要注意一点的来说就是 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有些好的股票他一定会出现所谓的 真被错杀的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去思考 如果说您今天手上的股票 你也是呈现有在跌的 也可能有受到影响在跌 但是你也不需要去做一个过度的担心 为什么 因为那只乱砍股票 是一个常态性的现象吗 如果你心中答案是认为不会 那你今天担心的部分就有些多余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在点其他的股票 让各位思考 刚刚我所谈到的这个问题 你看喔 你先看1592的英锐 连砍两根之后拉上来 这样停 好当然他背后的前提是因为 他的基本面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第二个2337的望虹 昨天是砍到跌停 今天拉到这个位置 今天涨6.47个百分点 那当然望虹他的业绩 因为在这个先前第一季 这个这个记忆体缺货的情况之下 至少他也不会太差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要注意的就是 我刚刚所举的这几档个股的例子 是要让各位去思考 有时候杀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为什么今天特别是选在今天故意砍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看到前两天在杀的股票 甚至杀到跌停的股票 再过两天之后就都没有什么事情 然后你再去看喔 像我刚刚所举例的 前昨天还特别跟各位讲 这个杀到跌停 这不叫空方式的延续 352的同志 今天竟然也马上迅速的逆势收红指纹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 所以我们整个在总结下来 那当然要避免这样子的状况总结下来 OTC的部分当然或许明天就很有可能 有机会直接收缴 接下来进入一个大区间震荡 以进入一个所谓的 产业上面的五穷六绝 但是接下来 iPhone 8的拉货 又会造成营修的增加 所以自然而然 总体来看 整个格局 它是处于一个OTC的大区间震荡的 箱形震荡时期 但是在现阶段的操作原则来说 你不需要去做一个过度的恐慌 去跟杀低 因为很有可能是故意直接杀出来 让你下车 或者是让你害怕 那再回过头来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不管是望虹也好 不管是同志也好 不管是1592的Inrate也好 你可以发现 最近有很多的股票在急杀 杀下去过后 马上迅速谈上来 这个就表示 低点是真的非常有限 所以不要急着跟着乱砍 反而是在这个时间点 去寻找哪一些股票 是被错杀的 这样子的思考下来 你自然而然 你从筹码 从产业的角度去出发之后 你自然而然 你接下来 从这个方向去着手买股票 你接下来 就会满手的超值股票 感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您还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加入阿翔老师的Lite 阿翔老师的Lite 是小老鼠小写的T2330 小老鼠小写的T2330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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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